大家好 我是捷姬切克你好 那我们先来开箱吧 然后这个这款游戏 感觉蛮有趣的 他有点像是 盗梦都市一样 人类要联合起来要打那个外星人 这是计分版 还有一些Token 排队 那这个游戏呢主要就是 人类在这个 未知名的星球上 要来躲藏这个外星人的猎杀 那人类呢可以去透过 一边探索星球上的地点 像这些 然后一边躲藏外星人的追击 那这些地点呢都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些功能 有1到10号的地点 那后面这些呢就是 外星人 他可以使用的一些能力 还有这个是 人类的一些技能卡 最后还有这个 附送的特点卡 看一下什么 这张是外星人专用的 还有人类的 还有人类的 还有10号地点 不知道什么不一样 我们接下来开另外一款游戏吧 意义之半解 古董事 这个是 这款桌友其实从来没有玩过 只有听过它的顶顶道 应该是 规则说明书 我要卡牌两叠 大老板,目前还不晓得怎么玩 最后再来慢慢研究,接下来要开箱的是,明侦侦探 明侦侦探这款在桌上也有试玩 感觉还蛮适合小朋友的,小朋友跟大人一起玩 它是一个简单的推理游戏 它的卡片都蛮有意思的,就是它有一些镀音 言外之意在里面,它的玩法就是 卡片有分犯人动机跟凶器跟现场 那我们就是要看推敲大家手上有什么 手牌,然后来去猜测放在台面上的最后那一张到底是什么 研磨的数字试炼 感觉不好玩的,它有点像是情书的进化版 玩的过程也蛮,也蛮节奏也蛮快的 很快就会突然就结束 它主要也是要拆对方的手牌 到底是,到底是什么 然后每张手牌都有一些不同的能力 好像是这些 好,这个硬币其实是计分用的 其实也没什么作用 主要就是这个 它里面牌很少 其实好像只有18张而已 可是却就蛮好玩的 又需要思考推理 它里面的数字好像就是0到9 然后0跟1有5张 2到9,各一张 然后依此去推销对方的手上有什么 如果拆到的话 对方就直接输掉了 然后每张都有不同的特殊能力 我们今天开箱到这边了 我是杰基杰克,你好 拜拜